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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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翻彎48 一個被說成論文的影片 那裡面真的牽扯不少東西的 不過因為Yuda認為 怎麼過乘錯檔沒有一定的解答 所以影片中只說重點 幾乎跳過乘錯檔的過程 另要求後來製作一個 建議路線表在Discord的資源區 想挑戰關公繼承的玩家 可以參考看看 那因為類似問題實在太多 決定上傳一個路線參考影片 希望對想繼承關公的玩家 能有所幫助 不過因為是休假下午隨意錄製的 只想錄製一次也沒參考any person 所以很多失誤不完美的地方 還請大家別介意 上方是這個流程所需的 預備知識或建議先制的項目 而本片會分享的內容如以上所示 而本片會分享的內容如以上所示 成功後走到點火的鍋子旁暫停 讀取檔案並同時觀看回憶 想辦法Game Over回到標題 因為這時候按暫停回憶儲存就取消了 因為只能繼承到普通模式 直接用普通模式來跑即可 再從頭開始進入無法存檔的乘錯檔吧 再來從頭開始進入無法存檔的乘錯檔吧 不重要的部分影片會選擇性的跳過或快轉 不重要的部分影片會選擇性的跳過或快轉 不停留他 移動中間的客戶 您考慮看 朝天做小腔 想把每天都下層 按照結果 要看看 飛行車 これは像是機器 1個顏度 3個顏度 山羊 嗯 哦 這邊就是減減資源,尤其是食物 武器最多就是減樹葉、斧頭、鐵錘 其他要減不減都可以 這裡的動物 這邊突然想起來要弓箭,所以右轉去神殿 這邊不浪費時間跳過薩爾達的對話 避免對戰,玩家可以從後面繞 這邊就稍微慢慢走,因為小坡在門口 拿完弓就去開塔,稍微卡掉一點路程 不想跟小破硬打,可以繞左邊偷襲 重點就是他手上這個盾牌,之後天華會用到 一開始走復蘇神廟上面拿鍋蓋也可以 太多對話的地方先卡掉 轉頭靠洞邊按A攀爬後按B掉下去 技術好的玩家可以直接FTC 先解磁鐵或炸彈都可以,本片選擇炸彈先 封單也可以 這邊中規中矩供新手參考 也沒有任何根治 這邊等字消失再跳過對話讀取會比較快一點 這邊就是單純走去磁鐵神廟走塔那邊會比較安全一點不用跟影片一樣 之前忘了剪件這邊稍微剪一點 這邊會很明顯 這裡會很容易 這樣就慢慢走 在這裡當中有個空間 這裡會很容易 這邊慢慢放鐵板也可以 再來傳送復蘇神廟 從復蘇神廟上面前往靜止祭神廟 不放心的話路上補品多減一點 不放心 建議從這裡就開始吹燒跑 配合小破敵意重置的時間比較好撿補品 或是用炸彈炸一炸也可以 這樣也可以直接煮抗寒食物 這個斧頭可以不拿 單純收養 走到這裡靠左邊山壁爬上去 不然是用炸彈炸 在這裡靠左邊的岸 不然是用炸彈炸彈炸彈 太好了 太好了 就好了 是 好 好 這邊的球用鏡子騎的還可以 再從上面慢慢踩斷滑或瘋蛋也不會很慢 不過這次錄製是用天滑 利用搖擺加速可以調整方向 詳情請參考執法時期 這裡有些失誤走上面會比較安全 一下吧 這樣還可以 這上一次 我的手 這裡走雪路會有雪球 趴左邊就好 左邊就好 右邊拉 慢慢過關即可 不一定要冰柱跳 出来后传回复苏神廟 天花过去找岳父 天花过去找岳父 天花過赫 好 是的 剛好在高處仙天華去開森林那邊的塔 中文字幕作詞・作曲 李宗盛 開完之後回去拿無敵面具 拿完面具就好 就可以去採集榴槤了 這兩隻太煩了 用逆時針迴旋斬往左打下去 再來就配合禁止漆慢慢採集榴槤吧 18顆其實很夠了 這邊強迫真的硬想錯了10顆 不想上去拿榴槤的玩家 可以直接往後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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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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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不一定要填滑 飛下去慢慢走也可以 有些人的地圖 這裡周邊資源不少 不放心可以多拿點 接著把黃心料理都煮一煮吧 再來就天華到利特純拿回憶吧 不…不…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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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